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10年6月 长沙市地铁二号线施工兴建 在武夷广场站地下水管改建的过程中 意外地在离地面六米左右的地方 发现了一口古井 并在里面发现了竹井 因为他们挖过这个古井 已经有过经验 这个人不能踩下去 他就用钢架 然后用绳子捆上木板 人在木板上站着 吊在上面 然后手往下伸 就那么挖的 在工地上一点一点挖 它必须一整块的 那么挖出来 晕到室内 晕到实验室 再分成烟来 看见了一坨一坨的 那么从小坡里面泡水 把茎保起来 然后再慢慢在剥离 所以这个发现 一个是保证了精度 一个是保护了茎本身 五一广场的这次发现 让专家都非常兴奋 仪式数量多 有近七千枚 并且大多为东汉的猪简 汉简大概出了 差不多有十万根吧 全国 但是东汉简很少 在五一简出土之前 东汉简都是零零三三的 没有那么大的规模 所以这个量很大 这个量大了 就补上了这个空间 五一广场出土的 检读大多为文书 而由于发现地 曾经是一个衙门 所以文书中 又以司法文书居多 通过这些详细的记录 不难发现 东汉时期的司法 已经具有很高的严谨性 和严密性 比如说比较典型 一个是他很忠实 执法过程当中的 隐密性 就是你的行动 不能被别人发现 所以他用什么词呢 叫淫威 就是你的行动 你侦察过程也好 什么不要被人发现 这样你整个的制法才有效 第二点他强调什么 强调就是起阵过程 已经要严密 所以他出现了很多词 叫做禅焰 其中的过程 不能是对着 一件事情对着一个人 你要跟这个有关系的人 你都要问得很清楚 包括那个 嫁害人 被害人 还有证人 他们的公尺 是不是能对得上 要对不上的 你要反复走调查 这个起阵过程 要求很稀致 还有一个从未有过的发现 让专家觉得颇为有趣 一个21厘米长 4.3厘米宽 3.6厘米厚的木涌 头和腿都在 但没有双臂 木涌的背后清楚写道 这是乡人 而乡人又是什么 乡人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照片录像 比如说他那个 在颈簸这里写上 窗一锁 窗 就是窗上的窗 然后肩膀这里 窗一锁 然后在他的尾肢骨 也写上窗一锁 大腿的外侧 一共写了六处的窗一锁 那么这个就表示 就是他受伤的部位 这个对方很有用 那个比如说这个 像人他受伤的部位 都在后面 或者左边 说明这个人的受伤 是被后面的人 被人从后面嘴上起来 给砍 给刺的 那么对他办案 是很有用 这是对一个文字资料的 一个补充 五一广场的检读 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 特别是汉代司法的 一个缩影 一个一个真实的案例 让我们可以对 中国古代司法 一探究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